我們會不會有二人的 這個人是一個人的 負責攝影的 直播 這個是 偶爾來的法師 什麼人 禮長 禮長在那裡 都以為你怎麼直播 你是法人家的 自己的 是私人的 有人嗎 有 好喔 大家早安 今天是那個 好安宮的安贏料件 我們三港人會把這個安贏 叫做貼贏 就是總共有整個三港 有十二個贏頭 我們叫大贏 這邊這個大贏是由 每一個村禮 下去負責 這邊是湖內禮 他們來負責 那前面有看到 好像很多的 贏店 我們會叫做 贏客 贏客 那就會有這個 今天參與的這個宮廟 包含深港福安宮 還有這個 仙峰 大樓的贏客 都會這樣排在這個 大贏裡面 那前面還有這個 兵馬 還有茶葉 那可以看 旁邊有這個金座 齁 這個每一間公廟 他們在前三天 會把贏客 金座 或是旁邊 統一交到這個福安宮 福安宮去安排十二個大營 把它分類之後 負責每個大營的這個傳利 就會來領 這個贏客 跟這個金座 旁邊 回來 佈置這個大樓 事先這個周圍 除草 或是交通 也都會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個大樓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 它會在這個 有水的地方 例如說 鎮陶 這個水鎮的那個旁邊 或者是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這個 大杜西河畔 小河 想要問你 請你再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通常看到的那個鞍牙 都是一隻蝶虎 然後為什麼 在深港字裡啊 看到的蝶虎 會是數一數好像有 十 二十五隻 然後每個地方 都是二十五隻 那二十五隻上面又有不同的 一個公廟的名稱 大家看這個真的很特別喔 就是每一隻地虎上面 它所寫的 中間就是 神港好安宮天上聖廟 那左右兩隻的話是 先鋒跟大樓的廟嘛 所以總共總共會有二十五隻 這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要講深港福安宮 它的祭祀信仰權 以前那個深港叫做 德怡新埔十八爭 以前大概這個清代開墾的時候 有十八爭頭 那現在如果這個行政啊 劃分的話 總共有十四個村 深港現在有十四個村 加一個和美的一個禮 為什麼和美這個禮 也化進來就是 它是屬於這個 以前這個清代的 這個聚落的範圍 那安鴨寮境 它就是寮境平安嘛 它去保佑這個境裡面 這個車輛啦 是說村民啦 甚至是這個生意興隆啦 農作物可以有很好的收成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中間 這個會寫 一定擺中間的是 神港好安宮 那個深港以前叫新港 就是這個天山 那一個大小的 那一個大小的 那在他的那個 右手邊 這個是 泉州錯泉安宮 它也是 今年負責這個 聖大魯的魯祖村 那左手邊的話 是這個聖峰 聖峰就是這個 今天繞進隊伍 它會擺在最前面 它去幫大家做開路 另外聖峰還會有這個 紅甸仔 紅甸仔 就可能是這個聖峰 它有時候要去處理一些 狀況的時候 就會改成這個 欸 紅甸仔上來頂替這個聖峰的位置 然後繼續帶領隊伍走這樣 這一些 你說這個叫做 鴨鴨 是嗎 那這個鴨鴨是 各個公廟 它給福安宮 然後再讓福安宮 派到各個銀頭去 做 安營的動作 是這樣嗎 對 它福安宮會分類 就等於 你一間公廟 你要準備12支鴨鴨 因為有12個大鴨 那個福安宮 再分門別類 就每個大鴨 都會有今天所有參與的公廟的鴨鴨這樣 這個跟我們一般看到的安營好像比較不一樣喔 對 一般的安營會分成 當西南北 還到中鴨 不過這個 聖考福安宮 祭祀圈它比較大 所以它總共有12個大鴨 所以我們在那個鴨鴨也不會特別的去住民 東西南北鴨這樣 然後 好像我們今天會走的鴨鴨也不只5個對不對 是超過5個的 對 大概有錯 大概 總共有12個左右 那比較密集的鴨鴨 它會在那個深港的海邊 因為海邊可能就是有水有不好的東西啦 就需要比較多的鴨鴨去住手 維護這個地方的安寧 現在呢 就是在等我們的媽祖卵叫 以及先鋒關到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屬於東營嗎 東北營 東北營 對 這邊地方是東北營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這邊 這邊等我們的鑾叫以及先鋒 那先鋒來的手法是就會安營 那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看 深港在地安營的儀式 那它這個鴨鴨很特別喔 所有參與的村落呢 都會被列在上面 那它安營也不只安東西南北中五個營 它安營呢 是深港整個祭祀圈 大大小小 總共超過了十個營 所以呢 它是一邊繞 然後繞到哪一個位置 它就安哪一個營這樣子 那我們在等那個先鋒來的時候 還可以順便說一下 現在這個鴨鴨 它通常都是會在週末 禮拜六或禮拜天 因為平常這個年輕人都要上班 可能沒有空回來服務這個蒸陶的神明的事情 所以通常我們拔杯都會選六日 那以前這個鴨鴨 它有三天 它分成總共會進行三天 它依這個深港的這個新港樓 它會分成東邊西邊 然後只能今年就東邊先繞進 那每個蒸陶 每個路都下去走 那繞進晚上呢 東邊的人他就會請客 然後請西邊的人來我們這邊吃板的 那隔天的話就換西邊的人請東邊的人吃板的 那最後一天就是 欸 繞這個深港的外圍 不過這樣實在是太那個 時間拖得太長 而且這個吃板的齁 會有一些喝酒的事件啦 或者是齁 可能隔天還是要很早起起不來 後來就都改成一天 這樣大家也比較這個好安排時間 那人力也比較這個充足 以前是三天 現在就是改成一天就對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為了這個安這個營啊 他也做了一個就是 類似小小的祭祀的區域 在這個合體邊 這個也是在地人獨家 帶我們來的地方 他這個餅妹啊 還有這個牙桃 安上去之後 他就是在這裡放置一年的時間嗎 對 我們安牙大概是農曆四月五左右 那年底我們會有這個收兵 就是把兵馬安置嘛 放在這邊 那收兵就是把兵馬全部收回來 那大家因為疑惑啊 這個年底收兵到 這個隔年的四月中間 這個段空檔齁 沒有兵要怎麼做 這時候這個 全整個深港鄉 祭祀信仰圈 他裡面都會收兵 唯獨這個 中大樓這個 村莊 他的宮廟 他沒有收兵 他也是一樣 找一十五樓的靠軍 這樣 透過這個 上大樓的兵馬 來保佑這個整個深港鄉 特別是這個收兵 然後這個空檔的時間 這也是深港比較特殊的案例 那深港福安宮呢 他除了這個 媽祖信仰 是我們這邊在地的 就是算大別這樣子 那他的姓大樓的這個信仰 也是非常特別 那小荷要不要談一下那個姓大樓 他的祭祀的時間 什麼時候會上大樓 這個大樓 擲大樓 剛剛有講那個 我們先講擲山峰 擲山峰以前是這個 十八張大樓去擲 但是 因為這個人力上 你這個 丟樓住的人 你要一年 例如說過年啊 三月二三 九月初九 甚至是 葡萄的時候 都要幫忙 這個福安宮 處理一些 例如說香火 或是說普渡 祭祀的這個事情 但是 現在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就 改造傳理下去 做這個大樓的樓主 其實 兩三個 跟祭祀的 也比較有人 比較有錢 對 擲樓主 送大樓 大樓 這個輪子 都輪得到 但是說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個村里 為一個循環 這樣 那 今年拔 可能就是三年之後 這個城堂的樓主 我想因為 這種制度 就是 你三年 這間 你可以去存錢 還是去 規劃你一年裡 有什麼人力 要派什麼事情 這樣 送大樓 就是 收兵工一天 那天 就是 村民為了打謝 賣台地都有 剛才說 這三年裡面 也會 就是 騎敵工 騎英雄 來打謝神明 頂頭 這樣 我們那個 隊伍已經快到了 最前面的這個是樓少 樓少 樓少 上面會有這個 五銀的旗子 跟這個 正樓 還有這個 小小的天地少 等於說是 開這個香路 那後面接開陸谷 跟這個 開陸的土地公 土地公是我們 深港浮安宮的土地公嗎 對 深港浮安宮 自己的土地公 齁 那在後面會接著先鋒 今年的先鋒 是這個 十五 遊行宮 他們到處先鋒 那先鋒的人 在這個 上大樓 那天 雖然今天下雨 不過村民 真的是全力總動員 每一家 每一戶 真的都地鄉 然後呢 大家不畏風雨 大家腳都濕了 然後一下 下暴雨 一下又出太陽 不過 大家還是很齊心 一起完成這個安營 繞境 真的很感動 阿 阿 現在那個 樓少要來拜 娘頭了 這個 好安宮的樓少 那旁邊就有這個 神通的花輸 他就在預備 他等一下就要開娘 所以這裡等於是一秒 就一組法師的概念 欸 幾乎是這樣 因為初一十五 我們敗拜還是有這個 維持 你一定要搭這個 貢品 扣棍打去廟裡面 大概下午三點的時候 去扣棍 都會有法師來召贏這樣 今天看到的這個是 是香港好安宮的這個 安營 他是安這個大營 那這個 欸 前兩三個禮拜 每個村莊 他都會安 安自己的小營 都會安好這樣 這個看到玉星公哈的旗子 比較特別 他是用五銀的顏色下去做安排 那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的頂頭也會來拜贏 有時候是甩町 今天有看到 玉星公他們還特別 請這個慣例舞蹈團 大家可以稍微 請那 欸 舞蹈團來拜贏 這個比較特殊的景象 那後面這一頂神轎 有看到是這個神轟 神轟的神轎 神轎上面會綁這個神轟 跟這個勇氣齁 他早上我們那個 玉星公的董基已經去 福安公的提供店去領祭 等到年底收編的時候 他就會把這個 欸 玉智齁 跟這個神轟 一起繳回去福安公 我們看到玉星公的法蘇 已經來這個大營 他準備開營 就是在法師圈 開營的一些民屬的儀式 那旁邊還會有這個 每個村里準備的金子 等一下開營完之後就會一起燒掉 連同去年的贏金也都會一起燒掉 他們看到慣例舞蹈團在拜贏 還有有幸福的黨記也已經起來了 舞蹈團拜牙頭真的很少見 通常都是拜別比較多齁 對 我們這個牙頭等於是一個廟的概念 我們的黨記現在也已經劃起來了 ね個字經過 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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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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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